各位貴賓,歡迎搭乘世界多美好航空公司的班機 我們即將起飛,請記緊安全帶,謝謝!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Waterworld Airlines We are going to take off.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Thank you! 世界多美好 好啦好啦,好想睡覺 世界多美好 好真實喔,嗨大家好,我是佳歡 我剛剛要喧妳 嗨大家好,我是佩如 我剛剛想要喧她的椅子,然後 我手滑欸 我會把這一段剪進去 好煩喔,我可怕 對啊,就很想睡覺 欸妳知道,我那天看完的就是我們第一次的那個 反正我們錄第一次的畫面嗎 我那天沒有化妝 對 也還好吧,還是很漂亮喔 沒有,但是就覺得天啊,其實也太不好 然後我決定就今天來妳知道 大化妝 平時 不需要,平時我就是這麼專業的空服員化妝方法 這是台灣好媳婦 台灣好媳婦的妝容 就是想這樣,我跟你說那個柳葉梅 請問我這是什麼妝容 妳這個是,我想看一下 這是乖,乖學生乖寶寶 好媳婦嗎 好媳婦嗎 這樣也是好媳婦 這樣感覺會嫁進就是千萬豪門 千萬豪門 就豪門媳婦臉 好,請大家聯繫這邊 好媳婦 好媳婦 不行好媳婦 我覺得我們兩個太鏘了 你知道我很長 上禮拜我去婚禮 然後我有小喝小酌一點 但我手上是拿酒杯的 但其實我真的沒有喝多少 妳是很容易醉的人嗎 我不是 我還,我可以喝個兩三杯這樣子 但那天我只喝了快不到一杯 然後呢大家就問我 佳花妳看起來,妳還好嗎 妳是喝多了 我說沒有,我平常就是講這樣子 是嗎 我平常就這麼ㄎ 還是我以為她會說佳花現在幾點了 然後妳的酒杯就 打翻 現在 然後就立馬 酒杯打翻 有可能 有可能以我的個性 我可能會做出這種事情 我覺得妳是ㄎㄧㄤ的人嗎 因為我很ㄎㄧㄤ 我外表看起來雖然好像很精明 但我老實說我真的是少一根精 我可以調,有時候可以很精明 有時候就是大多數時間啦 我都會比較ㄎㄧㄤ 沒有妳知道誰最ㄎㄧㄤ嗎 我心裡有一個名單 誰 誰 誰 三個字,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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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很ㄎㄧㄤ的 可以講啊 我逼就好啊 選一棒 你要逼掉 反正 可是她是真的 但是她是很有想法的啦 就是她很有想法 但她平常真的好ㄎㄧㄤ 她平常就是生活習慣上 可能需要提醒啦 因為我就覺得我就已經夠ㄎㄧㄤ了 所以我們下次可以邀請她 好 而且就是邀請她 好想知道你們 在國外的時候有什麼糗事 沒有有糗事喔 那一天還好 那一天好像還好 因為我本人在出國的時候 走一個比較精明的路線 因為在國外 因為如果你自己在就是外面的話 我覺得不得不 大家都會稍微就繃緊一點神經 就是你不能太 鬆散 太鬆散 不能太ㄎㄧㄤ 對,沒錯 但我也有一些ㄎㄧㄤ的事情 然後我最近就是 我那天跌倒 你 我發現你很常跌倒 我很常跌倒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一天我就是還 滑手機啦 不可以邊走路 我當天還發生了兩件滑手機做錯 因為滑手機而做錯的事情 做錯線 第一天早上就是 又滑手機然後就早出一站 然後她出去逼完捷運 逼完才發現 怎麼這場景怪怪 我好像是要出這個站嗎 好像不是 我就回去再逼一次 好ㄎㄧㄤ喔 然後晚上最ㄎㄧㄤ的是 因為我們就是要走出一個飯店 然後飯店你要出門前有一個小的台階 對 這樣子 我朋友就我在滑手機 我在看我的計程車來了沒有 對 然後我就看我朋友就問 欸你車子來了沒有 我說我看一下喔 結果我說欸你小心喔 那個有台階喔 我說好 一說完好 啪 好痛喔 是手也下我還撞到顴骨 太痛了 你不行啊 女明星你最重要的是臉要保護 我的腿現在都是傷痕 好痛喔 你太ㄎㄧㄤ了啦 所以我出國應該你覺得我會發生一些很ㄎㄧㄤ的事情嗎 可是我上次跟你去澳 去我們去泰國 我們去找Gail 我覺得那次你還好OK 是我出國都走一個比較精明路線 對你出國會是另外一個模式 外國模式 精明模式 精明模式你出國是什麼模式 我嗎 那我是我自己會盡量的確會安排好 可是我自己會後來發現說其實你盡量安排 但是有時候計畫真的趕不上變化 對 沒錯 我在國外是基本上我覺得我還好耶 你平常也不太會做 你平常看起來也蠻精明的耶 我平常看起來很精明 可是我就是那種你知道我大學 我就是少一根筋 我就是我會在人生重要關頭總是做錯一件事 例如就是去報考 沒有帶正版的那個 那叫什麼 成績單 我知道那個成績多一成績單 對就是類似那是一個 然後你知道我大學 我大學四年我是有拿書卷獎 就是成績還不錯的那一種 結果我言必 後來沒理到 我言必 為什麼 因為我通識學分 沒有修 小意義學分 我對我媽我姐都是傻眼 傻眼 修卷講 沒有就是算錯 算錯學分 就是算錯學分 少一學分 你自己人生重要的事就會少一個 就是我總是會在 重要的關頭 對重要的關頭疊一個膠 畫一個膠 欸 綜藝摔 那我應該比較好 我是熱場就走這個路線了 但是平常就是 該精明的時候很精明對不對 我們比較相反耶 我是平常都不太精明 該精明的時候就是 因為你知道我上禮拜不是我 你不是有來看我那個音樂會 然後主持 這超好笑 我跟你說我那個主持啊 那天老師幫我畫得非常漂亮 他把我以星光大道的規格喔 整個就是梳妝 然後頭髮超俐落 然後還有一根那種超人瀏海在前面 然後衣服是 大禮服 大禮服 然後維納絲露背 超性感 然後亮亮的 Bling Bling的 沒錯 結果結果 開場第一段 開場亮相 我穿著我自己的大襯衫外套 我想說 我在旁邊看到 我想說 好扯喔 請問這外套跟這禮服是搭的嗎 每個人都說 沒關係這樣應該蠻搭的 沒有那是我平常私人的私服 就是大的 我當下想說 Oversize的襯衫外套 是不是想要掩蓋一下 讓大家等一下有什麼驚喜之類的 沒有純粹就是上台之前忘記多好 妳知道 裝髮老師傻眼 虧我還幫妳露背 然後妳穿著 妳把她穿起來 我上台的時候 我這樣看著彼此這樣 各位嘉賓大家晚安 我是今晚音樂會的主持人 我是佩儒 然後就覺得天啊 我怎麼那麼溫暖 怎麼那麼溫暖 然後這樣 我的背不是應該要涼的嗎 浴光掃到 天啊我 我穿著我自己的外套上台了 而且那是大開場 一個大開場 就是第一次亮相我穿著我的外套 你當下應該超無助的 就是 眼神死 妳真的很想趕快講完完 我要脫外套 我好想趕快講完 然後趕快到第二段 我想趕快下台 然後趕快脫外套 好糗喔這個 就是我覺得很ㄎㄧㄤ阿 其實我真的很ㄎㄧㄤ 好啦難怪我們可以一起錄Podcast 妳是兩個ㄎㄧㄤ的人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欸 可是我覺得旅行的時候 就真的不能太ㄎㄧㄤ 旅行真的不能 我們在國外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呃 妳已經計劃好了 可是有時候真的就是 就是會出錯阿 妳自己有嗎 因為我 我有 我最常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把時間 算得很準 對我也是 很準 我就是去到 我就是要check 我不想等 對我就要check-in check-in了我就是要去boarding 對 然後呢 我是有幾次這樣子的經驗啦 第一 算太緊 如果有一次就是 別人那個counter 要check-in的時候 對那個櫃台 對我去的時候 我還幫他翻譯 那個櫃台要check-in的時候 我關 他關了大概三分鐘之後 我就到了 妳 妳算太緊 是算太緊嗎 還是飛機delay嗎 妳算太緊 我算太緊 就是還沒有check-in 他妳有包含妳走路時間嗎 就是沒算她走路走太忙 好煩喔 可惡 然後當下呢那個 我就看見那個空姐 我就看她說 我想要check-in 他有給妳嗎 沒有 沒有 我只好再另外買一張新的機票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是ㄎㄧㄤ嗎 其實這也不算 都是真的ㄎㄧㄤ 這是太精明 這是太精明 就是妳已經打了所有的如意算盤 對 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這個時間會到 我就是這個時間 我就是三點半到 然後我的check-in 我的下一個搬機 就是要四點半起飛 可是這樣真的太趕了 太趕了 真的太趕了 而且如果 尤其是如果妳是在國外的話 妳不知道它有幾個行下 就是也許妳要轉機 我剛剛說的是 我在台北發生的事情 妳是在台北發生 沒錯 我在跟你 因為妳很常就是去 桃園機場 妳就知道 很常去妳就知道 算好 算準 沒有算人潮 沒有算自己走路 那我會很心慌欸 但妳知道我有一次也是這樣 就是我買了高鐵票 回台中 然後我就這樣 好 台中的高鐵幾點到 比如說三點到 然後我就訂了 再訂了一個三點十分的台鐵 就是火車要到我回我家那邊 我發現我真的很悲氣 因為我一到的時候 三點整到 然後三點十分 要出發的火車 哈哈哈哈 可靠的時間 真的跟妳一樣 算很精準 欸我跟妳講 我那個高鐵 就台中站到了 我立馬是緊貼著那個門 妳知道 緊貼那個門 然後他們一打開這樣 炸的時候 立馬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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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要搞死自己 因為不想要等人搞死自己 真的是搞死自己欸 就不能第一個三點半 然後很優雅的走過去不行嗎 對 我跟妳講 真的就是搞死自己 然後上傳 上傳 超趕的 我那一次十分鐘 真的是心霧日散 這樣子跑過去 我真的就 我跑完之後打電話回家說 爸爸我再也不要買 我再也不要買 那麼趕的車子了 太累了 我跟妳說 我剛剛說我在 就是 台北發生的事情 對 所以我 因為很常來 很常去機場 所以大概知道距離 對 有一次呢 我是在 那個哥本哈根 第一次去 然後呢發現 不對 因為大家都說只有半 去機場只有半小時 很近 你就覺得只有半小時 對 可是妳沒有把 沒有把別的東西 預算進去 比如說塞車啊 或者是一些 當天的走路啊 還是妳行李箱什麼的 對 我當天發現 然後呢 我時間趕不上 然後呢 因為我的 我們有一個 我今天還有帶 那個 Bording Pass 它是 因為其實如果妳是 歐洲的人 妳其實不用去Counter 直接Print的那個 Bording Pass 妳就直接登機了 可是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她要看我的證件 她要看我去英國 有沒有 有沒有Visa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必須 因為可能別人寫的半小時 她是不需要去Counter的 但我需要去Counter 但我只有抓了半小時 好緊張喔 好緊張 我就跑的然後 過那個海關的時候 她不是要scan什麼的嗎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 拜託拜託可以先讓我嗎 我是趕不上 趕不上 趕不上 但他們人都很好 都讓我去 然後我一路就是從Counter 就是跑到去 好可怕 登機口 可是呢 做的是連航 妳知道在國外 在歐洲 超遠 超遠 最裡面 最裡面 大概是從Terminal 1 走到Terminal 2 超裡面 超裡面 中校東路從1段走到9段 對 有9段嗎 很深處 然後呢 我就拖著行李箱 然後就 趴趴趴趴趴 然後呢 我連在那個電伏梯 不是平的嗎 機場 我就在那邊 趴趴趴趴趴趴 趴趴趴趴趴 趴趴趴 好想哭 怎麼辦 又想笑 再又想哭 就是很心疼妳所做的一切 但是 是妳自己 抓太緊 很好笑 就看到一個女生 就拖著行李 然後妳 跟行李一起 四肢一起倒下 我覺得 旁邊的人應該 就覺得很好笑 可是又很想 很想要幫我 但沒有辦法我一個人 我就爬起來 還是得跑 因為飛機不等人 對 然後她就 好凍喔 而且我的手 掉下 拿起來之後 就看到有淤血 好凍喔 一塊淤血 就是那個電梯的形狀 然後淤血 然後妳不行 妳當下還是覺得 好凍喔 不行 還是得 跑 跑 所以飛機要跑走了 我不得不跑 妳知道 那個登機口的時候 前面它還有一個海關 要看妳的那個 對 那個passport 好煩喔 幫我看的那個人 要幫我打印 我忘了它是不是該印章的 一定是 然後她還跟我說 喔妳的飛機快要起飛了 我現在就說 不要再跟我聊天了 Let me go Let me go 然後我說 我知道 就是趕時間 妳不要再跟我講 不要再跟我聊天 我手還很痛 You have a beautiful hair Thank you Can I go now Oh you from Malaysia 不要跟我聊天 I can you enjoy here 別再跟他聊天了 他要爆炸了 對 然後我就抱 一直 當下我只記得我一直跑 一直跑 拖著行李很痛啊 還是一直跑 我當下穿牛仔褲 貼的 然後 然後我發現 天啊 不是我的傷口 跟我牛仔褲貼在一起了 好痛喔 摩擦欸 很痛 然後我去到登機口 還在排隊 算了啦 有感到就好了 但是就會覺得 萬壇啊 我那一次 我那一次超糗的是 我一上飛機 然後就坐下 然後我就回到倫敦嘛 我回 那天我是從倫敦 要搭客運回去Manchester 然後我就搭 我當下就跟自己說 好吧 我跌倒了 很痛喔 但我不敢 我不敢檢查 我就回Manchester 再看自己的腿的傷口 因為它黏著了 因為 因為你只要把褲子拿上來 捲起來 你看到傷口就覺得更痛 你要拿剪刀把它剪開 很痛 我就說 沒關係 我不要看好了 我就回Manchester 才看 就覺得忍住 然後結果 那個 車子還沒離開倫敦就壞了 你那天好衰喔 真的很衰 然後停在加油站 然後我剛好 就尿急要上廁所 你就要脫褲子 好痛喔 你脫褲子 想說好吧 都脫到一半了 你就脫到膝蓋看一看 天啊 也跌太深了吧 好痛喔 沒辦法 就是人 然後大概原本 預計四小時 大概下午三點 四點回到Manchester 可是我那天大概七八點再回到 好煩喔 很煩喔 然後那一天呢 Worst day ever Worst day ever 真的 然後就把床單 因為我帶床單去 因為北歐國家 你要它的一些旅館 一些旅社 它是 就是 要帶自己的床單去 要不然就要 就要花錢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帶自己的床單去 然後我想說 好我要洗床單了 我吃飽了 我填飽肚子了 然後呢 十一點去洗喔 十一點去洗 然後平常呢 啊洞樓都不會關的 那天關了 那天關了 床單 床單是濕的 我沒辦法拿回去 烏肉偏縫 連夜雨 那天對佳歡來說 世界是不美好的 他的世界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那一天 那天如果問你世界多美好 不美好 Sucks 也還蠻美好的 因為我當時我記得 我回到Manchester 就說好餓 我要吃東西 第一天想要吃東西 吃的時候 好開心喔 所以你是樂觀的人耶 我蠻樂觀的 世界是美好的 無論如何都很美好 就是在 你跌倒或者是自己 已經想好了說 我就是要搭 這麼精準的班機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跌倒了 然後還車子壞掉 然後 這麼痛還這麼餓 然後吃到了一口飯 你還是覺得 很美好 我當下樂觀是覺得 好啦我還是有回到家啦 對啊平安回到家了 平安回到家 但是那個傷口就跌很深 我就大概花了兩個禮拜 才完全康復 可是我真的覺得 出去玩 時間真的你要 抓 不要抓那麼準 真的 真的 讓自己優雅一點 對 讓自己優雅的 在機場行進 像柯姐一樣 脫的行李箱 走一個機場時尚 對 因為我也有這個經驗是 我上次帶 我記得我有一次帶我媽 去維也納 我們要轉機去希臘 然後 我就買了機票了 結果我好死不死 沒有算到那一天 是日光節約時間 會條快一個小時 來解釋一下 日光節約時間是甚麼 因為我其實在馬來西亞不知道 我在 對台灣沒有 英國 英國才發現 就是他們今天是說他們會為了 因為要 調快一個時間 讓大家 好我們來去Google 對啊 因為我覺得它叫British Summertime 他們就是直接叫British Summertime 日光節約時間 對 我用不想亂講你知道 OK 每年 好我要用Google 非常專業 日光節約時間 我告訴你出去玩 一定要注意一下外國有沒有日光節約時間 每年日光節約時間呢 是從三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開始 一直到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由於台灣沒有同步跟進調整時間 因此要注意這段時間 海外市場的交易時間會變得 這個講的太細了吧 他有沒有Google 維基百科 就是如果像現在跟法國 現在十一月跟法國 好像就差了七個小時 偶爾會差六個小時 對 沒錯 就是那個時間 他們會調快 會調快一個小時 然後總之我那一天呢 他就是調快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原本是 沒有注意 我原本是抓兩個小時 因為我沒有這個習慣嘛 我原本抓了兩個小時 就是說好從我下季之後 有兩個小時之間 可以慢慢的就是拿行李 然後再去另外一個行下 然後登機 結果他那一天變 突然就是少了一個小時之後 他就是少了一個小時 消失的情人節 消失的情人節 我那時是多了一個小時 我覺得我剛好在滑手機 我也不知道有這個daylight time 這個summer time的這個轉換 我就滑手機1點59分 然後滑著滑著 還要變回 變一點 怎麼了 我那個是2點直接變4點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消失了一個小時 是真實存在的 我就立馬少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說媽媽 媽媽 我 我算錯時間了 我們得奔跑 而且我就是又是因為也是大家就是轉我們轉別家的航空公司搬機 然後也是在 一小時差很多欸 差超多的 而且他又是在另外一個行下 整個帶著我媽 我媽可能幾百年 不是幾百年 我媽可能多久沒有運動 然後我帶著她在機場狂奔欸 我說媽媽不好意思 因為我算錯時間了 我們現在必須運動一下 我們跑一下好不好 跑一下就好 然後我媽就帶著她的小星一下 她說 她說怎樣 來不及嗎 我說有一點來不及 然後就開始兩個母女這樣跑跑跑跑跑 但是還好沒有跌倒 媽媽我們少了一小時 我說媽媽是不是蠻刺激的 但有敢上嗎 有敢上有敢上 喔你好棒喔 但是就很緊張 因為你有時候 尤其是有時候你人生地不熟 你不知道這個航廈長怎樣 你不知道那個航廈多遠 因為有些航廈可能不在旁邊 他可能要搭接駁車 可能要搭捷運之類的才到的了 所以我就覺得那次是我真的是 欸還好你多安排 就是多一點點的時間 要不然一小時 很趕啊 真的很趕 而且有時候如果再遇到你飛機delay 啊 對 如果你飛機來人 就是航班 delay應該還好啦 啊delay趕得上啊 我最喜歡飛機delay 像我這種算得很精準的人 真的 不行啊delay很緊張欸 如果你就是真的算得太準的話 也是啦 我覺得寧可你在機場慢慢的就是你知道 逛一下 逛一下 然後不然就是 上個洗手間 就是慢慢來 不然真的你會嚇破膽 對 每一次上機都 超趕的 超趕的 剛剛說到媽媽 我有一個也是很醜的事情 我們全家人一起去 那個巴黎的迪士尼 嗯 然後呢 一進去 哇 人超多 欸可是你知道我真的覺得 因為你知道巴黎迪士尼 曾經有號稱就是你可以包圓 包圓是什麼 就是巴黎迪士尼是相較於其他國家 迪士尼它是人比較沒那麼多的 喔真的 所以我之前去的時候也覺得說 好我那一次去就覺得 我就是要開心的玩 然後玩各種設施 因為人很少嘛 結果我那次去的人超多 因為我遇到了 我遇到了那個 罷工 喔喔喔喔 哈哈 大家罷工都去玩 大家罷工 那天多開心啊 罷工都不用去上班 全部都給我去迪士尼 然後迪士尼自己的員工 也罷工 哈哈哈哈 有人在操作機器嗎 有人操作機器 但是他的那個攤販 平常不是都好多賣爆米花嗎 那天只有一攤 哈哈哈哈 餐廳也只有三家有開而已 我那天氣死我了 我那天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排 排隊比較長 因為我爸是比較沒有耐心的人 我想說 爸爸第一次 因為全家人其實只有我一個 要去迪士尼 是全家人陪我來完成這個夢想的 完成小公主的夢想 對 嗨我的princess 我們要come to Disney 我一定要讓爸爸媽媽玩到一些東西 大家都花錢進來 那麼貴 熟悉他們還好 不是 媽媽說 好啊那我們去玩什麼 我說 可是這個排隊排很長 爸爸在生氣啊 爸爸在生氣 那個看起來沒那麼長 是我們去排那個 他說 好爸爸一定不會生氣 因為比較短 那是第一個 哈哈哈哈 那個是過戰車嗎 我知道 太空山 Space Mountain 是最恐怖的過戰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拍到進 從外面拍到進去裡面 然後看到怎麼那麼快 然後呢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越來越快 我就跟我姐姐說 天哪 這好像有點恐怖 這爸爸可以做嗎 爸爸會不會心臟不好 什麼 什麼 然後我就跟爸爸媽媽媽說 這好像有點快 你們還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因為是第 玩的第一個 突然是第2個遊戲 然後他們就說 好 好吧就玩一下 反正就排隊排到啦 我爸媽也是就是很樂觀說 OK 有沒有開始就此打開他們玩 遊樂設施的那個 沒有 玩完之後 我爸下來罵 哈哈哈哈 他說 這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當我玩這個 哈哈哈哈 然後 後面的東西 我都不要玩了 哈哈哈哈 爸爸 爸爸你玩到最好玩的了 那個超好玩的欸 是因為那個最恐怖 所以很多人都沒有要拍那個 所以它是最短的 哈哈哈哈 欸可是我跟妳講 我上次也是這樣 我就跟我朋友 就是我們到時候在 那個迪士尼 也是在迪士尼打工 然後我們就休假的時候去玩 然後去 Hollywood Studio 然後就是那個園區 他也是不玩 他說 我什麼都可以玩 但是如果是那個雲消費之後 你就自己去就好 我在下面等你 我就說 好好好那沒關係 不然排這個好了 這個看起來很快 這個很像鬼屋 我覺得就很無聊的 就是妳知道 進去然後坐在車上 然後這樣鬼屋看鬼 然後什麼之類的 我想說不然這個啦 這個應該很OK 然後就 殊不知我們 就開開心心的 搭了電梯上去之後 然後就開始看那個 妳知道 環繞那個鬼屋喔 然後到最後有一刻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他就那台車 出去到外面一個境界 然後我就覺得 停住了 他就停住了之後呢 我就覺得 欸這個氣溫 怎麼跟鬼屋的氣溫不太一樣 那個氣溫變得滿熱的 因為他要呼我 室外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下一秒 床屋一打開 它是自由落 它是自由落體 哇 那個是我人生當中 玩的最好玩的一次的自由落體 分心出來關懷這位我身邊 不敢玩的自由落體的同伴 我想說慘了 我死定了 他不敢玩 然後我帶他來玩一個最可怕的 做功課 我勸大家去酒任員的事 真的要做功課 我就害死了 我又害慘他了 我爸 把我媽要抽頭 這什麼東西 後面的我都不要玩了 我朋友 哭了 哈哈哈哈 我朋友他哭欸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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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啦 對不起 而且因為那個遊樂攝氏晚 最後還不是還會拍照嗎 就是拍掉下來的那一瞬間 你知道 他在哭嗎 然後他就抓超緊這樣 啊 然後 然後 我以為遊樂攝氏拍了 拍了那個臉 還沒有正常過 但是最好笑的是 我們那一排就是 我們這一排是 我們兩個女生嘛 兩個亞洲小女生 然後抓超緊那個桿子這樣 然後兩個臉就是 嗚喔 就是被嚇到的臉 然後後面那一排 我們坐我們後面那一排 是四個 來自南美洲的一家人 他們四個給我全部手這樣 擺在天空甩 擺在天空甩 然後就這樣 嗚喔 行程強烈的對比 唉 我覺得 那一支我真的是 不小心 太白癡了 我就出去玩 還是真的要做一下功課 真的真的 超糗的 唉 可是妳要說她的家人 我媽 因為我不是 我就很常帶我媽出去玩 嗯 然後但是我上一次 又真的又發生了一件 我覺得不是我糗 是我媽超糗 我就帶她去 然後在機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使用員工票 折扣票 然後在用折扣票的時候 最怕就是 當天的航班比較滿的話 員工的 員工的折扣票就不能使用 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員工票的話其實就是 這是航空公司的福利 就是說假設 我們可以用比較折扣的方式 來去使用機票 這個是呃 員工的福利 然後但是她的缺點就是 她要等到客人都有位子之後 確定這個航班是有多的位子 我們才可以使用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 就帶我媽 就一樣 要去維也納的錢 錢轉 同一段旅程 對對對 同一段旅程 那個航班呢 就我們在台灣 要從台北出發的時候 呃我就說 地勤就說 不好意思 今天的航班可能比較滿 然後可能會上不去 嗯 我想說怎麼辦上不去 我說沒關係 就是能盡量 如果能兩個人 就兩個人一起上 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跟媽媽就是 再等下一班機 再等下一班 可是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你已經訂好飯店 對 然後你也接了就是那一班航班 你有一個轉機 所以其實壓力非常大 雖然折扣票很開一些 很便宜 但是我跟妳講 那個使用起來壓力超大的 然後那一天就是我說 好好沒關係 我就說我們等我們等 我們就等到最後一刻 我們就慢慢等 然後我就說 我媽說安抓安抓安抓 她說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沒有啦 今天航班比較滿可能沒位子 然後我媽就說 蛤沒有位子喔 沒有關係啊沒有位子 我站著 我站著 她說我站著 然後我當下大笑說 媽媽這不是捷運 媽你不是 這不是捷運 不是公車 她說沒關係啦我站著啦 媽媽很可愛 她就拿著拉環喔 沒關係我站著 我站著 那要站多久 站9個小時吧 噗痴我跟你說大笑 我媽妳真的太ㄎㄧㄤ了 我現在我會這麼ㄎㄧㄤ就是我媽 因為媽 我那地勤朋友也在大笑 就好險後來有上去 不然我媽就要站著她 在台北站著等下一班機 所以告訴大家機上是不能站著 起飛降落要坐一下 要記得Fost in your seatbelt 沒錯然後只有那個安全警示 安全帶的警示燈解除之後呢 你才可以站起來 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請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學媽媽 不要學賴媽媽 賴媽媽 賴媽媽是有受過 你知道非常特技 那種特技的 專業訓練 她才會想要站著 她只有想啦 但她媽媽也不會站 她可能之前在那個 太陽馬進來工作 沒有啦 我亂講我媽媽 媽媽我愛你 媽媽我就愛你了 我剛剛說了我爸壞 爸爸我也愛你 我下次不會代言完過山車 那實在太有笑了 太有笑了 因為我跟你講 可是旅行當中 就算有一點點 這種少根筋翻 才會記得 才會記得 太平坦的話 你完全就是 都忘記 發生什麼事情啊 就是很順遂的過完 一整個旅程 但就沒有她驚喜的地方 可是我現在 只要想起哥本哈哥 我就會看看我 那個膝蓋上面的那個 傷痕 還有嗎 很淺 好痛喔 要小心喔 但也是一個蠻美好的回憶我覺得 留下了哥本哈哥機場的那個 那個 手伏梯的那個痕跡在我身上 唉唷 可是我自己身上也有 我上次在那個希臘的海邊 我們就是下去 我就在海邊玩 可是我自己是有點怕浪 然後那時候剛好 那個海明明是很平坦 就下一秒 波濤洶湧 因為有一艘船經過 哈哈哈哈 我覺得好可怕好可怕 然後我就急著跑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撲開 又撲開 不小心撲開 然後就腳一樣膝蓋撞到 喔真的有痕跡嗎 一點點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傷疤這樣 你看你就會說 這個是希臘 這個是希臘的 愛琴凱的記憶 我說這是哥本哈根 然後我還有男髮的 不要啦不要那麼多啦 欸可是欸你知道我還有一個 我朋友也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你都要掃根筋 我朋友也是 我們上次去英國的時候 嗯 有一個蠻可怕 我覺得算是 如果現在講起來是覺得有點可怕 但是如果事後你會覺得其實還好 就是我們那時候 一剛到英國的時候 他呃我們把所有 還沒有進去飯店住 我們只有把 先把行李寄放 可是身上所有的錢都在身上 就是所有的盤產喔 就是所有的旅行基金 都在身上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英國 呃比如說我們就上廁所 因為去英國上廁所 小胖宮嘛 小胖宮 我們就去Burger King上廁所 然後他們通常都是在什麼地下室什麼的 然後一下去之後 我就在上面等我朋友 結果後來過了 我就想說他怎麼那麼久 上很久 然後後來他起來之後 他就說快走 我們快走 我說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了嗎 他說我被搶劫了 蛤我真的嚇歪 我說這地下室廁所被搶劫 他被搶劫了 我說那你有沒有怎樣 先問他說你有沒有怎樣 你有沒有受傷 他說我沒有受傷 快走快走 我說那錢呢 我們的旅行基金呢 也是蠻有人性的 錢那錢呢 你帶了那麼多錢 都在他身上 你身上沒有錢 我自己身上有一點錢 但是大部分是他身上 然後我說錢怎麼辦 他說等一下再跟你講快走 我想說沒錢怎麼走 沒錢就不要走了 因為在歐洲很怕就是你的搶劫 被搶劫 然後我就好害怕 然後後來我就說到底多少 你跟我講多少 他就這樣 五磅 五磅很小聽起來被搶了五百磅 對 我就 我當下說 噴火 五磅 那叫施捨 那叫救助金 好的 五磅也很多 怎麼怎麼只接五磅 不是因為他就是 他就說他在上廁所的時候 就有人很靠近他 說 嘿 兄弟 嘿 bro 對 他說嘿 bro 你身上有沒有錢 可不可以救我一下 他就一直靠近他 不讓他走 然後我朋友好險 他就是 他也很聰明 他就說我身上就只有這個零錢 他就只有把零錢帶 他就分開 就好險 大家出去記得把錢分開 然後你不要全部放在同一個 你知道雞蛋要分開放 才不會全部被搶劫 對 不能放同一個籃 對 沒錯 他就給他零錢帶說 這就是我所有的錢 五磅 現在只有五磅 然後他就說 你就這樣而已嗎 你沒有其他錢嗎 他說我沒有了 沒有 可是很可怕的是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人身上有沒有帶刀子 會做什麼事情 對 他說不定有刀子 他說不定會傷害你 所以 他當下就是非常沉著冷靜 你就說 我身上就是這些錢 然後他就這樣給了他 然後就趕快起來 走 我們要走了 對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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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就 但是就嚇到我了 對啊 很可怕欸 感覺被搶了五百磅 我說這個說詞 我知道大家可能驚魂未定 但是這個說法說詞 其實你知道 有時候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用字很重要 還是他其實應該說 我被搶了我幫我們關走 對 但是他可能因為當下也嚇到了 我覺得在國外旅行的時候 你真的很多意外是你意想不到的 這真的是 還是要做很多的一些準備 對 要做功課 可是你知道我 我還有一次經驗 會不會不夠時間了 現在到底幾點啊 現在夠不夠時間 你覺得要講那個嗎 那 哦 還不要留下一次講啦 留下一次講 對阿 我們現在大超時 大超時好好好 那 好啦 反正實際上 我 這我還是有主題可以講它吧 可以吧 多少一定會有一些故事 對 下一次再告訴大家 不能不能把所有的東西 都讓大家看到 對 那我下一次就 這個標題叫做 我收過的最貴的一張明信片 好不好 我收过最贵的一张明星 下次大家提醒佩如 那今天主要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在 当然出去 任何事情都会计划 对 但是真的是 你就像刚刚讲的 你永远 比如说日光节约时间 这个是你做事会扫算一个 然后你在机场走路的时间 你也会扫算 扫算 因为不知道机场 其实有多大 可能它很小 可能很大 所以 对啊 但我觉得就是 这样的旅游 有时候我觉得 你稍微把自己放松一点 有时候你稍微让自己 慢无目的 我觉得是蛮好的啦 让自己去遇到各种可能 或者是 你看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经验 我才这么知道 日光节约时间 而且就刚好在那一天 给我少一个小时 消失的那一个小时 那我觉得就是 世界多美好的话 就是不见得说 你真的做足了很多功课 然后你真的都可以 事与愿违 对 因为就是可能 计划感不上变化 没错 那有时候就稍微让它 少一根筋 说不定会比较 更好玩 有不同的收获 像我现在 看着我的膝盖 想说 哦 各文他各文 没有我觉得 你的爸爸妈妈 会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 迪士尼超级不好玩 迷迪也蛮可爱的啦 你爸爸妈妈 很讨厌迪士尼 没有啦 一定很喜欢迪士尼 只是那一次 被你知道 自己很呛的女儿 你知道从此 应该不会有人 再带我去迪士尼 再也不去 我想说 我要有一个公主 妈妈是家里的小公主 我要去迪士尼 爸爸妈妈迪士尼 都没有那种可怕的啦 都超好玩的哦 然后就咻咻咻咻 不会我觉得 这就是世界美好的所在 就是你知道 你遇见了各种 不可能 各种可能之后 与各种可能 在碰撞的时候 产生了各种回忆 我现在知道 我爸妈可以玩过山车了 他们也尝试了啦 至少 就说 世界没怎样嘛 这个过山车我都敢了 简单 没错 好了 今天的结论 世界多美好呢 世界很美好 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我觉得偶尔让他脱续一下 也是很快乐的啦 虽然发生一些 比较kang的事情 但旅程还是 有一些回忆 而且我们还是平安的长大了 对 没错 这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也喜欢我们的话题 还是呢 你有一些 在旅行中发生的糗事呢 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 你可以在YouTube 也可以在就是 Apple Podcast 来留言给我们 还是你要去 我们的Instagram也可以 你可以来到 VinoLai V-I-N-O-L-A-I的Instagram 还有Karfun K-A-R-F-U-N 就是我本人的Instagram 没错 我们都很希望 可以得到你们的反应 跟回应哦 嗯 还有就是 要在KKBOX 还有那个Spotify上面的 Subscribe Follow我们 没错 记得Follow我们 然后给我们最高的评分 拜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世界多美好 今天就先这样咯 世界很美好 拜拜 超级美好 拜拜 世界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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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